战火炎烧超700天 俄乌战场惊传噩耗 一架载有乌军战俘的俄运输机坠毁 无人生还 无人生还 在2014日 在俄罗斯文化 成立了严格 在达州 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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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ings ile 岗 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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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视角 追踪俄乌战情发展 细节拆解 探坠机事件 凶手和人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 大家好 我是李伟 欢迎来到空间观测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 希望大家回家都能够路上平平安安 好 我们看看今天的题目 为什么说我们回家要平平安呢 你看看外国 外国飞机坠毁 坦克爆炸 传统武器漏洞太大 我们今天研究一下 这个坦克这种武器 它现在漏洞太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战场上新的表现形式 都出现一些新的问题 我们先说一个飞机的问题 大家知道俄罗斯的一架运输机 上面装了60多名乌克兰的战俘 准备去交换战俘 路上呢 按照俄罗斯的说法呢 被乌克兰 从乌克兰境内发射的导弹击落了 现在有人认为呢 可能是爱国者三 那么击落呢 现在呢 双方的说法不一样 我们先看俄罗斯有什么说法 俄罗斯呢 现在提供了一个飞机上的名单 这个名单呢 就是说交换俘虏的所有的成员 但是呢 乌克兰认为呢 这里面有些具体的名单呢 其实原来交换过了 已经交换过了 所以他认为这个名单是假的 但是呢 这个俄罗斯说的是很清楚 乌克兰知道我们这会有交换战俘的计划 而且知道在哪交换 只不过过去运输战俘呢 在俄罗斯境内都是用卡车或者火车运 这次是用飞机运 所以呢 乌克兰就说 这个事情我们不相信是真的 是你们在整我们 这个呢 就是飞机坠落的这个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坠落的一些现场 这是网上传的一些视频 那我们再看这个飞机的尾翼 飞机的尾翼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有很多的弹孔 这些弹孔呢 很明显是爆炸物的碎片打击的 一般飞机坠落的是不可能有这些弹孔的 所以我们再看这个视频 这个呢 就是飞机在空中突然冒起一个很大的烟雾 冒了烟雾以后呢 飞机并没有立即的爆炸 而是快速的向下坠落 坠落以后呢 飞机带着燃油发生巨大的爆炸 然后飞机上的人就全部烧死了 这是这个过程 那么这个飞机是怎么飞的呢 就呀 这个飞机是从莫斯科东南角起飞 这个就是莫斯科大区 莫斯科东南角起飞 然后呢 从这拐了个弯 哎 朝这儿飞 飞到这个位置以后 立刻所有的无线电型号就没有了 证明在这个地方 它是遇到了突发事件 突发事件 现在俄罗斯说呢 就是被这个美国的爱国者三导弹打下来的 当然是乌克兰拿的这个导弹 但是空中信息 是不是乌克兰提供呢 乌克兰估计没有这个能力 肯定是北约国家提供的 因为非常有这个可能性 现在美国怎么说呢 美国说我的情报信息不准确 我没法评论 你听听这就你自己想 基本上有答案了 俄罗斯国防部说 飞机上有65名战俘 而且坠落的地方是被 这个乌克兰击落的 是用导弹 所以坠落的地方是在俄罗斯境内 那么乌克兰国防部说 并没有说好像有这种迹象 而且无法确认是乌克兰打下来的 然后其他方面的消息就是 说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得到消息说 这架飞机呢 并不是运辱人 而是运的S300的导弹 而且原来计划这上面的乘客 是俄罗斯的高级军官 所以乌克兰的报纸呢 传媒一开始 这个飞机打下来 先做了报道 后来俄罗斯报道说是战俘的时候 他立刻把这个报道给撤掉了 就网络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基本上这些信息呢 就可以看出来 大家可以推测出来 到底谁在说假话 现在俄罗斯把这个事提到 联合国安理会上去了 那么现在天气很冷啊 这个天气很冷对俄欧冲突呢 有现场的很多的影响 第一是对飞机的飞行高度 和这个起落这个距离啊 跑道的距离有影响 另外飞机接冰呢 会增加这个生力的阻力啊 另外电池性能下降啊 那么液压系统的麻烦事也太多了 另外导航和通讯系统啊 都有传输这个减弱 这些天气冷呢 对这个飞行有严重的障碍啊 不适合飞机作战或者侦察 但是呢地面就非常好 为什么地动的硬 那个坦克就不会陷下去 那么现在网上都在疯传一个 就是美国的两个啊 叫布拉德利战车 也就是步兵战车 用25毫米的机关炮呢 去打一个T90的坦克 他们是个遭遇战 结果这两个步兵战车 居然给打赢了 那么你看这个打的 它的速度 它的靠的速度和车辆的机动性 把这个T90打得非常被动 但是你也看到 从正面打呢 一点不会伤害坦克 坦克里面的人一点没事 25毫米的机关炮没用的 但是后来呢 它是从两个角度打的 打的这个T90呢 没有时间还击 然后这个炮手成了乌克兰的英雄了 所以他自己说 我怎么学的呢 我是从这个电弯上学会的 最后这个坦克被斩首 是一个无人机 从坦克的背后袭击 把这个盖掀了 但这个时间呢 两三个这个坦克手呢 已经从里面跑出来 但是跑的过程中 还是被乌克兰打死两个一个受伤 那么这就是一个无人机 袭击一辆装甲车 这个是袭击坦克的过程 你就先发现没有 你装甲板放在前面再多 现在没用了 现在的无人机都是从后面攻击 就是你后脑勺 坦克的后脑勺 这个地方是防不分胜防 我们后面根据一个坦克图 来看现在这场战争啊 对人们对坦克的设计的理念呢 必须要有新的概念啊 现在传统的坦克正面的防疫 已经不行了 而且我们发现呢 现在一个很便宜的啊 就无人机啊 为什么能把坦克炸了呢 这个无人机带上一个这个RPG啊 我们就说那四零火箭筒 就是一个单兵扛的那个 把它这个四零火箭筒 弹头拆下来 装在无人机上啊 这个成本只有500美元 而火箭筒发射距离只有300米 而这个东西就飞得更远了 而且它这个RPG的弹头呢 它是工作原理是这样 它并不是把这个钢板炸破 而是爆炸的过程中呢 产生一个高温的金属流 金属流把钢板穿透 穿透以后 把立面的这个钢板打成碎片 就要消灭到钢板后面这边 那么这个成本很低 也是个很古老的武器啊 那60年代是普遍使用的 一直上个世纪60年代到现在 你想都多少年了啊 都已经半个多世纪60多年 现在还才有用 所以现在T-90坦克呢 出现一个新的问题 什么的 它都是防御正面啊 从这面防御啊 这都没有问题啊 就很难从正面攻破 甚至从侧面攻也很难啊 但是现在无人机呢 都是从这儿打啊 而且现在你发现没有 就是这个以色列的部队呢 在这个坦克上面装一个网 装一个网干什么呢 防止导弹啊 从上面进攻 现在呢 无人机呢 是从这个地方进攻 那么很多后置发动机在这儿 弹药墙在这儿 一打就是啊 迅爆 就是引起更大的爆炸 所以现在对这个坦克设计者呢 提出个新问题 这块怎么防御啊 是不是要产生大量的电磁波 来干扰无人机呢 或者是坦克部队 如果不带干扰机啊 干扰无人机的这种 辅助坦克出来的话 那你就别到战场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概念啊 这个这次战场提供很多问题 现在防无人机呢 英国人发明了个东西啊 英国测试叫龙焰激光武器啊 龙焰激光武器就从地面啊 用这个激光把这个无人机打下来 现在打无人机呢 最主要是个成本问题 像这个美国打这个民兵组织啊 就在鸿海打那些民兵组织的 它都是用200多万的导弹 去打1000多美元的东西 这个极不划算 所以现在英国人说 我设计这个呢 每次激发的成本只有10个英磅 问题你激发一次10个英磅 你一次能不能激下来 一次激不下来 你打100次成本也上去 所以这个东西啊 就不能说单发的成本 看整个作战成本 你作战成本还要对虚假目标 现在我们发现俄罗斯呢 用了很多虚假目标 这个虚假目标非常有意思 有的就是在地上直接画一个图 有的是用光学投影 你们看啊 我们看这卫星展示的 俄罗斯利用光学错觉伪装的飞机 你看这是一个真实的飞机 这旁边就是个假飞机 这个假飞机可能是光学的原理 这是真实的飞机 这是真实飞机 这个看见没有 这个飞机基本上拿白颜色粉画在地上的 就是你看这就是诱饵 你可以往那扔炸弹 但是这是个假的 这个是个真的啊 有人说这个投影是不是也画上去 太阳在变的嘛 那有太阳变的 那个投影不能画上老变 所以这个很明显是真的啊 这个是假的 这也是战场上多次出现的一个新的现象 但是这是个老技术了啊 而且这个区域 我们看这个俄乌冲突呢 虽然天气很冷啊 氏气很低 但是呢还在打 注意这个就是飞机啊 被击落的地方 注意啊 这个就是俄乌的边境 俄乌的边境 所以这架飞机是从莫斯科飞过来 飞到这儿被打下来 那么据说呢 导弹是从啊 从哈尔科夫发出来的 所以下部哈尔科夫成了报复的对象啊 那么现在乌军还有一些进攻措施 俄军也有一些进攻措施啊 都有一些小的动作 但是大的动作没有了 就是僵持状态 现在英国的情报部门呢 对俄乌战场的评估是这样的啊 现在呢 因为一二月份 动土形成 土地特别硬 有利于坦克车和装甲车作战 所以在二月份以前呢 二月底前呢 主要是坦克和装甲车的地面作战 由于那边特别靠北呢 白天时间很短 所以需要大量的夜市仪的设备啊 另外是夜晚的时间长又冷的 啊 士气会受影响 那么三月份将解冻 那么解冻以后呢 作战 对作战有利的这个天气将结束啊 那么三月份以后呢 可能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会降低一些啊 这是英国的分析 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区域的飞机的情况 我们发现美国空军啊 这个KC-135加油机在挪威上空的 为RC-135W侦察机加油 在哪个水区域 就在这个区域啊 这个区域 我们看见 它的飞行的轨迹呢 我们也都给它照下来了 这个是我们也发现美国的海军啊 有一艘核潜艇 核潜艇停靠在冰岛 停靠在哪呢 停靠在这个位置啊 停靠在这儿 也被我们给照下来了 我们还发现呢 现在啊 这个北约举行历年来 最大规模的军事远徐 调了飞机 军舰 坦克 装甲车 一大堆 那么我们给大家 这个军演呢 是要好几个月啊 1月22号开始 要持续四个月 那么目前已经开始军演的地区 在这两个地区 在罗马尼亚和德国 那么以后还要在哪 我们不知道 但估计啊 主要是在啊 这个欧洲 这个地区进行军演 美国的军演 如果有了 我们也会给大家报告的 还有我们发现 他们那边折腾 现在又想把战火 烧到亚洲来 我们现在发现呢 1月24号 美国的一艘啊 叫费恩号驱逐舰 通过台湾海峡 挑衅啊 中国 一个中国的原则 那么另外呢 为了配合这个驱逐舰的行动呢 美国的RC-135的V 一个这个飞机呢 从这边起飞啊 从这个日本起飞 到这边呢 配合这个驱逐舰 穿过海峡的这个活动啊 就是给它配合 搞这个电子侦察和配合行动 另外我们还发现啊 美国本土起飞了一个C-13 C-17运输机啊 起飞到哪呢 从这起飞到了冲绳 不知道他们在用什么东西啊 在那一月二十二号有这么行动 同样的在一月二十二号呢 我们发现一个C-40啊 到了冲绳以后又离开了 就啊 我们为什么盯着这架飞机呢 曾经运送美国代表他 窜台窜台湾访问啊 还有我们发现 美国的另外一艘航母啊 在19号 就是卡尔文森号编队呢 这个进入到菲律宾海啊 就在这个位置 进入到菲律宾海 那么进入到菲律宾海 另外在21号我们发现呢 两栖攻击舰和卡尔文森号编队呢 举行联合军演啊 也就在菲律宾海这一面 我们再看黄烟岛啊 我国的黄烟岛附近呢 发现在23号美国的舰载直升机啊 有活动啊 有活动 23号呢 一个美国的加油机也在南海活动 那么这个同一时刻呢 它的直升机啊 美国直升机 接载直升机 在黄烟岛附近活动 那美国在这边折腾 我们掉过头 再去看看 红海有什么情况 放红海 前游了 你 感谢观看 洪海水域是重要的国际货物和能源贸易通道 中方为缓解洪海警长局势 从各方保持着密切沟通 做出了积极努力 中方呼吁停止洗扰民船的行为 遵促有关方面 避免给洪海警长局势火上浇油 依法共同维护好洪海水域的航道安全 巴以冲突进一步加剧 在加沙地区 以色列派出大量的坦克和装甲车 但是他们的车 在这个地区经常碰上碰瓷 这个碰瓷不是瓷器的瓷 而是金属的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 那种单兵火箭的弹头被拆下来 装上瓷铁就贴在了以色列的坦克上 所以好多坦克就被这种碰瓷给炸掉了 于是坦克怕碰瓷出门贴胶带 这成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区 坦克的一个特点 你们注意看这个侧面 这个侧面这一条一条的 看到没有 这些都是以色列在坦克上贴的这种胶条 干什么呢 就害怕哈马斯民兵武装 靠近坦克往上拿磁铁 把这个刚才我讲火箭弹头给粘上去 或者爆炸物粘上去的 如果把链子炸断了 这不就不能走了吗 所以现在你看 现在的坦克设计理念 要有新的东西 以色列就是代表的一个作品 你看它首先上面有个顶棚 这个顶棚不是折扬的 这个顶棚是防止导弹从上面攻击 这防止导弹从上面攻击 我讲了还有无人机会从侧面攻击 这个它还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这都是一些新的战场的理念 所以对我们也是个提示 尤其是搞军事工业的人 要注意到这个战场一些新的现象 这以色列就是很 你看这是一个红海 红海的这个一个希腊货船 遇袭的过程 这个遇袭过程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你能看到那个导弹 这个看 导弹击造了吗 再看一遍 看 这就是导弹这个击 击住这个货船的过程 那么击住以后 看见没有 这个导弹是从上面进来的 上面进来以后 几乎是45度角浮冲 浮冲以后从这居然打穿了 掉到海里 这就是打穿的那个位置 那么我看这个爆破的出口一般大 那你说人有多大 看见没有 就人和这个导弹爆炸出口的这个比例 就这么大的关系 那么这回胡塞武装呢 用了两种导弹 一种是弹道导弹 一种是巡航导弹 那么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工作原理不一样 简单说呢 弹道导弹呢 就是如果你知道目标在这儿 目标在这儿 那么你算好你的弹道的导弹的出速 还有你的角度 还有风速 它就利用这个弹道的抛物线 能够准确地集中目标 所以弹道导弹呢 一般就是一个抛线的形式 出去的 你看现在这都是伊朗改造的一些武器 这些反 它这个制导的原理都是光电红外 光电红外 光电红外 大多数都是伊朗生产的 但是距离呢 现在这两个知道距离 其他的不到这 这就是弹道导弹 那有人说什么叫巡航导弹呢 这就是巡航导弹 也是巡航这个胡塞武装用的 巡航导弹呢 知道坐标以后 而且不仅知道坐标 还知道这个地形图 这个地形是什么样的 那么可以把这个地形图 和坐标书的这个导弹里头以后呢 导弹就按照地形 跟地面保持一定的距离 然后打进目标 所以它就像飞机一样 是巡航导弹呢 有点像飞机一样的飞 跟那个弹道导弹是不一样 给大家刻补一下这个支持 这些大多数也都是伊朗市场 但是据说也有中国生产的 C801的这是雷达 雷达这个导引的40公里 这是库存的 占前原来买的 这也被发现 还有苏联的 苏联的也有 那么具体的胡塞武装 能控制的这个 有多大的范围呢 那取决于它这些导弹的射程 我们看它的各种导弹 这个距离都不一样 你看最近的这个叫 曼大德一型40公里 40公里嘛 它的这个覆盖的半年 就是最小的这个圈 最小的这个圈 然后80公里就大了 140公里大了 180公里更大 300公里 450公里 500公里 800公里 那800公里 就这个大圈 看没有 这个大圈 所以它这个红海的运输呢 就完全被它们堵住了 今天我们看到新闻啊 中国已经要求 伊朗对这个胡塞武装 施加影响力 保证红海民用船只的畅通 而这个随于呢 尽管好多人说 这民兵不打中国的船 好多中国船过的时候 别的外国船跟上一块过 但毕竟这是个非常不安全的因素 你很多东西是不能预估的 还有它的精度 安全度 还有乱来 什么都很有可能 所以呢 现在中国也是积极的呼吁 这个水域呢 要保持畅通 那么我们再看看 在这个既然要畅通 中国是希望大家谈话 解决问题 美国那就不是了 你不畅通我给你打通了 美国就跟英国 法国 三国联合在海上 红海进行联合军事行动 那么它现在打下来多少目标呢 九个反舰的弹道导弹 三个巡航导弹 反舰的巡航导弹 还有六个陆地的巡航导弹 七十五个 七十九架无人机 三艘船 还有二十七个导弹的发射场 还有一个雷达站 而整个胡塞武藏 发了多少东西呢 发了二十六枚反舰弹道导弹 四枚反舰巡航导弹 六枚地对地的巡航导弹 还有九十九架无人机 和一个无人体 这就双方动用的和打击的情况 另外美国的海报突击 都在1月11号呢 突击搜查了一个船 这个船上呢 搜出来炮塔的感测器 火箭的发动机 还有C-802导弹的主架 这都是C-802的 这是美国中央司令部 公布的一些消息 另外我们发现呢 美国有架加油机进入到红海 为谁呢 为这儿有个航空母舰 就是艾森豪威尔号的航母呢 给舰载机的加油 就飞这儿来了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么飞过来的 所以航母呢 大约在这个位置 那么还有一个美国的驱逐舰 停靠在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口岸 我们看 这就是它这个驱逐舰 停靠在这儿啦 这是18号 我们的卫星照下来的 还有就是 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号的航空母舰呢 1月21号 我们看它 由北向南行走 由北向南行走 到了23号 由南向北走 你看它这个水花就特别快 证明它跑得特别快 就脱离战场跑得特别快 到战场呢 是窝窝囊囊 特别不情愿 那么在这个区域 大家看见非常的乱 就以色列还是继续在打架杀 然后其他的民兵武装和美国 都在混战一团 这个地方特别的乱 所以去那儿要小心 这就是一个以色列 这个被攻击的一个美国的基地 被当地民兵武装攻击的一个基地 这个呢 是民兵武装攻击的 以色列的一个口岸 那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在地中环边上 所以现在有人说 他们将来要把这三个口都封上 让你交通不通畅 这就所谓叫阿克萨三角计划 那么他们都做怎么办呢 有中国有条铁路 可以走到这个地区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 现在就明白 一带一路多么有前瞻性 好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